怎么回事你人没事吧 我没事 你就是他老板是吧 不是 你看把我车给我撞的你说咋办吧 不是你怎么学狗喷人呢 明明是你突然出来 人没事就行了 您车哪坏了我来给您行 你看车门给我撞的给我换个车门 不是你咋这么不要脸了啊 我就蹭个车衣你要全换 来来来我这有视频伪证来你看看来 你看看看看 我看什么看我看 我手机 你信不信我给你把车给你撒了 咋的手 打炸能小觉问题嘛 你过来 我确实就这么教你怎么想办 他传我手机啊 哥就是他 他把我车撞了还要打我 江总 这位是您弟弟啊 对呀莫总这什么情况 那个老板你来 咋的认识啊 这谁啊 公司大客户了 那我差点把他弟弟打了是不是 所以以后涨点心啊 打炸能解决问题吗 江总 今天啊实在是不好意思 没事莫总 小孩子嘛想那想那的 你小助理那个手机回头给他买一条 不用不用 回头啊 我手机自己买个新的就行没事 话说哎莫总 我这个弟弟啊 我从小都没学到 共同一个手机 是是是是 所以你看 是不是让你小助理给我第一道歉啊 江总 事情还没有解清楚之前 就让他给你第一道歉啊 莫总 我没记错的话 咱那个核桃啊 是不是快到期了呀 对 我明年还想再序五百万呢 你这样 很难办啊 那你 你稍等一下 好吧 你再等一下 老板 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他道歉啊 那你觉得你应该给他道歉吗 那就道呗 跟钱过不去干啥啊 行 那又什么屁了啊 江总 刚才事务啊 刚才啊 我觉得我的助理一点错都没有 就算道歉呢 那应该是谁错 谁来道 什么意思啊 这莫总 没什么意思 一会儿呢 会有人来联系您江总 至于这个修车的费用呢 该多少 我一分钱啊 都不会少您的 我们先有事先走了 哎 走 你 老板 刚才明明弯个腰道歉也就没事了 毕竟这么多钱嘛 钱固然重要 但是有些腰啊 你弯下来 这辈子都值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